进行棉签的抓取消毒 然后用人工智能找到人脸鼻签的位置 然后机械臂会把棉签放到鼻孔 放到鼻孔之后根据利控找到鼻咽部 然后旋转材料再拿出再把棉签折断 一直放到设计盒里 整个过程能够完全地由机器人完成 实现无人化 主要的目标是避免在高风险的应用时候 避免医护人员的接触感染 我们在机械臂上安装了利控重管器 它是有这种触觉感觉的 所以它可以精确地控制棉签跟鼻接触的力 那么我们在实际上对它进行了优化 让它的插入的速度更慢一点 所以实际体验来讲 可能要比医生插到稍稍速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